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我是节目主持人基铭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专访了一本这个新诗的一个作品集 是由斑马县文库出版 然后这个诗集名称叫做无相是由启云最新的一个作品 这是他第二本的一个这个诗集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启云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嗨启云你好 主持人好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启云一开始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笔名为什么叫启云 这个笔名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在使用 大概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创作 我就用这个笔名了 那时候其实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 虽然现在才30岁 但是讲到人生这两个字听起来让有点荒谬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从小到大的种种经历 让我觉得仿佛过去的那十几年都是很崎岖的 我走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 但是如果我只看着我脚下这条路 我可能会很难继续走下去 你讲的是人生的崎岖还是你创作的崎岖 人生的崎岖 那后来我就想不如我就把头抬起来看看天上的云吧 如果我能够像云一样 就是有这样的心态 更自在的去面对现在所会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已经过去所遇到的种种事 那么也许我可以走得更远 然后更逍遥更快活 所以我就以这两个字来当成是我的笔名 然后你那时候高中创作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原因 是自己个人就喜好 还是有一些 我知道过去蛮多人创作都是因为感情啊 谈恋爱 所以想要写一些诗 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走路的这个心思创作路线 那你高中是什么情况 我因为家庭特殊的关系 所以我反而不是因为爱情 就是想谈恋爱而写诗 我反而是因为 我写诗是因为我要消解我 对于生活的那些感伤和不满 来自于说可能在我生命里面留下某一些伤痕 我必须透过写作的方式 不能说疗伤 但至少它是一个出口 就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让你把你的感情抒发在心思的创作上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在写的时候 你大概写到一个什么时间点 你才感觉说这个心思对你本身是有一些帮助的 其实在写的时候 一开始写的时候就觉得 就有感觉 慢慢的有这种抒发感觉 而且其实一开始写我也不是 就写现代诗 一开始写我写的是古典诗 就押韵那种诗 对对对古典诗 可能是因为以前就是受到了 古典的训练 这个教育的训练 所以常常写古典诗 那后来是因为高中在网路上参加了诗的论坛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写诗的朋友 那就开始慢慢的对现代诗产生了兴趣 就把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念的是台南二中 就是台南人 我就把学校里面 每次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诗集 一本一本的借出来 然后一本一本的看过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时间 对我来讲是很幸福 然后它也变成了是 日后我在写作上面的一个 无形之中的养分 即便我现在早就忘记 我到底读过了什么 对但是它无形之中成为了写作的养分 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立定就从事这个中文 国文相关的科系吗 对我高中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决定好我要念的是中文系 但这当中会遭遇到一些 跟家里面的 就经济考量了 对没错 那到了大学有没有这个 进入更好的一个环境 就会找到更多像你这样的一个 喜欢创作的朋友 包括这个大学的 我相信这个失色一定也是非常盛行 对不对 其实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还好 反而有点失望 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会觉得说 我这么喜欢创作 我读了中文系之后 势必可以从中文系里面 得到更多写作的养分 可是后来才发现 中文系的训练 跟我所想象中的训练 其实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中文系的是 强调古典的 研究的 通事的这些训练 但并不是针对于创作上面的训练 但是当然多年后 我再回过头来看大学的这一段 还是会发现 他隐隐然对我的写作上面的培养 是从侧面的 从底层的一个累积跟扎实 所以我觉得是 如何去看待过去的每一段经历 在写作上 在生命上留下什么样的养分 所以在那当下 你可能在上课时间 会感受有一点痛苦 因为毕竟他跟你创作 是不一样的路线 对不对 可是多年之后才发现 其实古典的一个训练 还是对新师的创作是有帮助的 对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那个大学 不是应该蛮多这个社团 你有参加相关师社吗 我大学时候 到大二的时候 我跟亮宇 还有一些不同学校的师人朋友 组了一个跨校的风球师社 那可是我们自己学校里面的 那个师社其实快倒了 只是在两三个成员这样子 其实做不太起来 那时候会做跨校的这个校园师社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 那时候的师社大概十年前师社跟现在其实是差距很大的 现在可能看是每间学校师社很蓬勃发展 可是到十年前其实几乎每间学校师社是很苦苦支撑的 因为过去比较没有网路 所以大家只能关在自己的环境里去创作 那没有交流机会 当然整个师社就不会兴盛起来 对不对 而且会喜欢创作新师的人 其实真的是非常少数 在大学里面可能又是异类 对不对 在同学里可能大家也觉得你们很怪 因为毕竟这个要同事新师创作有时候这个 一些先天的敏锐或者是后天的敏锐都是需要的 因为随时要去把自己的新师放在你的观察 或者是放在你这个想要创作的这个题材上面这样 对有时候诗人变成是一个同学嘲笑你的一个绰号的方式 诗人来了诗人来了这样 而且如果是男生写诗可能又被笑得更严重对不对 因为如果女生可能大家还不太会去觉得 觉得女孩子真的会写诗还蛮 还会蛮有那种想象空间 男生就会觉得比较那个 他们就会问我说你到底靠着这个东西 就是交了多少个女朋友这样 就是把妹绝招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后来这个也念硕士相关的 一直到现在你在政治大学中文所念博士班 然后目前30岁 那过去呢 从你这个毕业一直到硕士博士 也得过不少的奖 对不对 包括这个全国优秀青年诗人奖 以及创世诗师级的一个纪念诗奖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你从毕业之后开始写的 一路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念博士班 你的写的一个 应该是说创作的一个方向 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 跟过去高中大学会有一些差距 因为你开始慢慢也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有了 包含说2009年的那本回来 它其实是收入我高中到大二的作品 那本作品里面其实 当然它很不成熟 包含说在议题的处理 或者是说在把它编辑成一本书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那么的有系统性的 清过整理性的 只是单纯我 我想要收什么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这本无相跟那本不同的是 其实每一集每一个系统 彼此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 然后这些年来我也 尤其是最近五年 我开始往把宗教的一些异象 佛教道教的异象 纳入到新师写作这个领域来 尝试去做主题上或者是异象上面的翻转或尝试 我觉得这是跟过去2009年的自己 在写作上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会去接触到佛教道教这些的异象 包括你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无相 也是取之是金刚经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从小经历的关系 因为我妈妈在精神上面有些疾病 然后因为我爸爸后来也身体上也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从我国中开始 我其实就会自己去接触佛教的经典 可是那个经典并不是说我借由念经去希望得到什么功德 而是我想要知道说在佛教哲学里面 有什么样的解释可以来解释 我现在当下的处境跟我所遭遇到的事 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环境 那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却没有这样 对对对那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我跟别人的基准点是不一样 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 开始对人生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焦虑感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必须要活着 为什么人必须要受到这么多难堪的事情 于是后来我就在大学大午的时候 我延避了一年 让自己去流浪了两个月 然后就只是为了去找取所谓人生的意义 可是这两个月我只画到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就是人生的意义只在于 你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它自然而然就产生在那里 而当你事后回过头去检视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时候 你才会自己帮他整理出 那一段原来人生意义就是这样子 而不是先设立好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我最后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陆陆续续的 我也不只是宗教的哲学 可能中方西方的各种哲学书籍 我也都去接触都去读 那它其实不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些 而是我追踪的目的 只是为了要解决我的生命的那个焦虑感 存在的焦虑感 因为可能在某一些时期 佛教的哲学可以说服得了我 给了我一个解释 可是过一段时间 我可能又掉到更深的那个情绪当中的时候 这个解释又不行了 我必须要再找另外一个解释来说服我自己 所以就是一个不断的推翻自我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子以你这样子 讲来就是一路上其实生活都过得比较辛苦 包括你本来的环境 以及后来你这样子面对的这一切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以这样的状况 其实有些人他反而他的反应 他会可能会决定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他一定要赚大钱 赚大钱来 不要让人对你有一些偏见 或者是觉得你同情你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决定走商业这条路这样 当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数学不好 所以我念了中文系 但是有人说过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后来想想其实也对 因为包含说我高中的时候有考虑 要去考警察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警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你也可以给家里一些基本的照顾这样子 但是因为家庭也反对 他们觉得当警察太危险了 然后做起也不正常 也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不要再读了 就赶快去找个工作 可是这一路上我还是坚持就是 我想要继续在学术 或者是在中文这块领域继续去发展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的确是自私的 可是那个自私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如果我可以在学院里面拿到一个地位 或者是我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得到某些资源的时候 我可以反过来去好好的照顾我的家人们 而不是线下去牺牲 好那我就大学毕业去找个工作 可是我可能只能领 在台南我可能只能领两万出头块的薪水 那我可能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我要如何去照顾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乃至于未来成就一个家庭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那时候是有点像是一种赌注 我赌了这条路 那我既然赌了我就必须把它走完 而且必须把它走到好 而且这个赌注是算是比较长远 才会看到结果 不像当下说你马上考上警察 你就会马上有个稳定的工作这样子 对没有错 是需要时间 然后一直去累积你的能量 或者是累积你的这个创作实力这样子 所以相信你这几年应该在 个人的这个中文方面的研究 以及这个心思创作上 你的创作应该算是比较积极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我可能一年顶多最多就是五首这样子 对然后 是因为你每一首的这个字句都会回去在推敲吗 我会推敲然后也会删改 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改作品的人 乃至于其实这本诗集在出版之前 有些内容 尤其是第三集的内容 其实是有还是被我改过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作者照片的部分 在送印的前一天 我也传讯息给我的主编说 拜托你帮我把照片换掉 突然想要换一张照片就对 对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很爱 很爱去露自己外表长相的人 但是你会突然想到 换这张应该有你的想法 其实我自己的Facebook我也很常换 可是那换照片的时候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很帅 想让大家看 当然这有时候是这样 但是大部分是因为我讨厌自己 我觉得我看的照片里面 自己觉得好丑 觉得就是不喜欢 于是我换另外一张新的 就是看自己的照片看起来会讨厌 所以你就换一张新的 重新来认识你 对 然后后来换这张其实也发现 其实影影月月也跟诗集的名字无相 其实是蛮贴合的 因为其实照片没有把脸给露出来 也是一种无相的表现 好那既然讲到我们的书名 就帮我们来介绍为什么取无相好不好 其实一开始我在考虑的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透明金 金是金书的金 金刚金的那个金 对金刚金的金 那会取透明金是因为 这本书里面有108首的 对对主师时光临场的部分 他原名就叫透明金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透明的人 那这108首就是从 透明的人去贯穿所有的全部 可是后来当我在整理成集的时候 发现其实不止这108首 包含集一的12首 集二的14首 讲感情的其实都可以用无相来统合 这三集的所有的内容 六祖坦经说无相就是余相而离相嘛 你离开那个你所看到的外相 而去探讨所有外相里面的本质 那叫离相 那叫无相 所以无并不是小姐不是完全没有 而是离开我们所以为的 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我们所在当下所下的那个价值判断的东西 而用一种距离去重新看待原来的那样物体 所以这三集的诗作 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蛮贴合无相这个主题 所以后来我决定我还是用无相来当成是这本十集的名字 然后这个里面就分为这个三个部分 集一就是这个众音聚集 那集二就是一节将至 那集三呢当然就是这边蛮多篇幅的叫透明的人 就是世间灵场 那是不是就先帮我们来 先把这个三个这个部分先稍微介绍一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排序好不好 其实这蛮有趣的 众音聚集其实我自己的解读是 就是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面对你自我内心的时候 其实你是处于一个众音聚集的状态 你是唯一一个声音 你是唯一的声音 而这个唯一的声音的意思是说 你要倾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 而不是去受到外在的种种声音的纷扰 然后受到他们的牵引 而当你静下来了 来到集二一节将至 这个节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时间 在佛教里面节就是计算时间的单位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后来被衍生出来当成是劫难 灾难 对 所以一节将至代表说一节过去了 有一段时间将要过去 但是有一段时间又将要来了 而你现在处于那个时间流失的端点 回过头去往前看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 时间的成悔跟你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 而来到了时间临场的时候 他基本上讨论的是一整个的空间 人间的空间 所以当你坐下来静下来 倾听自我内在时间的流逝的时候 你的内在时间跟宇宙时间合为一的时候 你就可以抽出一段的距离去重新的看待 我们活在这个人间的种种人事物 然后给予他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上面的诠释与看待 所以可以把这三集当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个的过程 但也可以把它独立出来一起一起去做理解 照你这样解释就是说 其实你是不是在看很多人事物的时候 你有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自己 就是很多事情当下的这个表面并不是真正的真相 你要抽离你的这个时空背景去来检视这件事情 也许会有背后的意义对不对 对没有错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不急于告诉自己 不要太快的去下任何的判断 包含对所有的人事物都一样 因为当你有了一个标签有了判断之后 你的所有行为造作模式 包含你说出来的话 就一群的这个判断 可是当你这一开始的判断是错误的 那你后面所有的一切都会走向另外一种偏差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喜欢争辩 然后平常也不喜欢说话的人 因为我喜欢观察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太急了 现在的大家都太急了 而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别人理解 可是我们不能说绝对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只在乎自己而已 即便我们说我们在乎别人 可是那个在乎可能只是 只是有时候是一种同情 有时候是一种怜悯 有时候是当你可以的时候 当你有愉悦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去关心他人 而对他人产生更多一点的理解 这样子的脸会不会在你的朋友间 或者是你的家人间觉得你又太慢了 太慢会啊 他们会觉得我太慢 包括我的感情 极端感情的对象 他们会觉得 大家的人生都走得很快 都很快就可以得到某一种地位也好 或者是资源也好 可是你走得很慢 像蝸牛一样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一年才写五首诗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 等于一首诗你要耗掉三四个月 对因为会不断修改 但是其实还好的是 我下一本诗集的作品 其实大多数都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 拿到了国家文艺基金会的 那个创作补助 对影业测身 那这本就是完全跟宗教做结合了 包含道教的内单数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尝试 当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佛教的一些理论或说法 我也把它融入在里面 去做尝试去写 所以包含这个集三的世间临场 其实就是那个创作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我把它独立抽出来 然后合在这里面先把它出版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来帮我们介绍 几首你的作品好不好 然后顺便也帮我们朗读一下 以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解析一下 我想机会难得我就念一下共鸣好了 就是集一的这个第一首对不对 对集一的第一首 那这首诗我先 我先说一下好了 这首诗是我在大午的时候 那一年去流浪 然后走到了一条西河旁边 然后在石头旁看到了有一尊 就是被人家丢弃的木雕的那个菩萨像 那它其实随着河水冲冲 它已经就是那个上面的漆都已经斑驳不堪了 对所以我就坐下来跟那个菩萨像对坐 互相的对视 那有那么一刻我突然觉得 四处漂流的我 跟这一尊被遗弃的菩萨像 仿佛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像 在那一刻我仿佛就是他 他仿佛就是我 我们各自有各自所必须经历的劫难 我们也有各自心中所怀抱的 对这个世界的爱与愿望 于是后来我回来之后就写下了这首共鸣 对那我现在就念一下这首诗 共鸣 偶然遇到你 在枯竭的河道 木头的香气揽上我身 隐隐有木纹 圈围我们的距离 你也在看我吗 像一处深潭 偶有巨石顽固在浅色处 久久不入弹心 就像看见自己身上的潜台与孤峻 此时没有抵达更深而高且疗远的神势 重建起诸神的聚落 绝出服藏的爱 使世间一切不重要的都重要了 这时我发觉自己 偶然间与你对视的那个自己 竟有那么一点 像你 有一点点 斑驳的气 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没有这个 创作的这个习惯 或一种感觉的话 其实他就是很 路边看到一个很平常的 可以说是垃圾对不对 可是你却能够赋予他这样的一个 与他对望之后 你大概记得那时候对望多久 我坐了蛮久 我应该有在那边坐了两三个小时吧 对 我就是让自己 因为我以前有打坐的习惯 所以我就坐下来 然后对望了一阵子 我把眼睛闭上的时候 有某一刻突然间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 听着风声呼啸 然后某一刻你觉得 你就是在那个乱石堆中 的那一尊木雕的菩萨 你满身伤痕 然后经期退掉了 然后你流落之池 你也不知道之后会被河流 当洪水来时 你又被带到哪里去 可是此时此刻 你们两个就是一个木头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在这边相遇了 你们仿佛交换了彼此的身份 在这个时候 共有了同一个灵魂 然后继承了同样的一个悲愿 然后继续走下去 而且这一首就其实就蛮呼应你 吉一的这个名称叫 众阴聚集 对不对 在那当下也许 有一些环境的干扰 可是其实你的心灵 整个是空灵的 整个是沉淀的 然后你可能只听到 他在跟你说话而已 对其实这个明就是共鸣 我跟这个木雕之间的 互相的共鸣 它是一种 鸣就是音波的震动 共鸣 可是众音聚集 即便外面呼啸 很多声音 可是其实我只听到了 我跟这尊菩萨之间的 这个连结 而且这个菩萨 如果是摆在一般的 这个寺庙里 在很多这个神像里 你或许不会特别有感觉 对不对 因为他那当下 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让你 哇激发这样的一个 创作灵感 真的是很特别 那听众朋友兴趣 也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这个启云诗集的这个无相 我们刚介绍的是共鸣 是里面的 众音聚集的 里面的第一首的一个作品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极二好不好 一节将至 这个一节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 一节已经平荡了 另外一节又起的那种 整个时空交错的一个当下 对不对 是 其实有一些朋友 读过了这本诗集之后 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的诗集好悲伤 我说可是其实里面 还是有一些 很温暖很快乐的作品 例如我自己觉得 98夜这一首 互射 互相干涉那个互射 对互相干涉的互射 这并没有那么的 难过或悲伤 也许在感情里面 有时候这也是一种默契 那我先念一下这首诗好了 互射 像是默契的沟通 当我们盈盈跳起舞来 在晨光中 交换彼此的信念 相信孤独的身心 具有疗效 可以全然地 用你的 治疗我的 像我们尽其可能的隐匿 彼此的气息 于不其然间相遇 偶尔 随着光影的挪移见深 思绪近乎单纯 想象 空骨 是你坐拥我的姿态 忧伤是爱 善意的 仿佛我们早就在彼此之中 所以这个就是男女之间吗 对 这个其实是我写给某一个 某一个女朋友的作品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感情是 不用有这么多的机心 不用有这么多的计较的 那享受那个最单纯的当下 当两个人互相的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坐下来 然后静静的什么话都不说 我觉得有时候 他就已经是一个很圆满很幸福的一个状态 可是这样子照理一下 你的女朋友也要懂你的心意 不然你不讲话 他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不对 也是 这时候就需要共鸣了 就是还要找到同温层的人 他才能够比较理解你 是 好 我们介绍这个是护色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然后彼此都没有说很多话 但是呢 两个人已经融入了彼此之中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吉山 吉山其实它里面篇幅几乎占了书的一半 然后他总共是有108首的这个 短诗所组成的一个叫做主诗 就是一个组合式的一个诗 那里面的一个主角叫透明的人 他由第一首贯穿到108首 那他当下的这个状态呢 各式各样的状态 也有这个跟他很多这个事件 跟他一起相关联 那是我们先来讲这个 可能介绍这个吉山之前呢 你先要把透明的人 这几个字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这个主角 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然这个凭空冒出来的吗 其实吉山总共有108首 刚好对应的就是佛教的108种烦恼 于是在序里面 其实有一位台湾艺术大学的教授 那帮你专闻推荐 那怀成老师其实在里面有提到说 可能我还是没有悟到佛教 这个所谓就是大慈大悲的这种精神 因为从世间临场看起来 里面还是充满着各种欲念欲望望想的 当然这部分是没有错的 因为108种烦恼 不就是世间的所有的人 总是当我们睁开眼睛 当我们闭上眼睛 整天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下 而这个透明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每一个我们的自己 他都是每一个 他有时候是烦恼的本身 他有时候就是妄想的本身 他有时候是快乐的本身 他有时候就是愉悦的本身 他就像是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人 而他穿行在我们的周遭 看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一切 而有时候他摄入了其中 而有时候他是一个旁观者 所以我觉得当透明的时候 才有可能去看透 后面的那个本质的东西 当我们隔出一段距离的时候 才有可能看到后面的那个真相 所以这个透明的人 有时候当然有些朋友就说 这透明的人看起来就是个边缘人 好像这样讲也是没有错的 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是边缘的 即便在某些团体里面我们可能是核心 可是脱离掉这个团体之后 你还是回到一个人 你可能还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 你可能还是家里面不被注意的那个边缘人 可是难道这样子的边缘就不好吗 我觉得反而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去看重新的看待这整个世界和社会 你也许可以提到 找到另外一个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也许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 对任何一段关系的不同的解释 于是我就用透明的人来当成是行咒人间的一个分灵体 仿佛是我的另外一个替身 一个分灵体 代替我去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观察 而透明的人也有他的爱 也有他的恨 也有他的伤痕 对就像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读者在读这一组诗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觉得某些时刻的自己 很像失踪的那个透明人 所以108首 其实他也就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画片 小画片小格画片 他只是把一个生命里面 或者是生活的片段给标举出来 那对它是一个时间的凝结 而读者可以自由带入了每一个时间里面 所以这边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读这个108首的这个祖师 你千万不要想着从第一首开始读到108首 你会很痛苦 因为可能第一首读完 你觉得看不太懂 你可能就没有兴趣 其他都是人生的每一个当下的一个片段 你可以随时跳着读 甚至从任何一个这个祖师开始读都可以的 对就是千万不要想要一次把这本戏读完 会真的很痛苦 可以慢慢读 我觉得一天可能读过一首两首 去慢慢的体会那个内容 那你可能会觉得更有趣 可是如果你想要说 我一天就读完一半 读完三分之一 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到 那个文字里面所讲的意思 读得快 你只是证明这些字你都认识 但是你真的很难去理解它里面的这个意境 包括这个透明的人 他的角度 他也许一下是融在我们人生之中 在我们的人的身边去观察我们 也许他自己本身又变入主角 一下他的视角可能又在天上 所以他这个透明的人 他是就像你讲的是 是你这个作者的一个分灵体 然后他四处去观察人世间的各式 那也许有时候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有感情 所以他看到某一些事件 他也会融入其中 或者是他也会生气会愤怒这样子 对 所以 蛮有趣的 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呢 还是要请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两个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片刻 好不好 自己 好 比如说115页好了 115页的这个零八 第八首 这是 其实 第八首这有一次我在录 也是我在流浪的时候 我在路边看到一个精神失常的富人 他就是对着一个人型的看板 一个明星的人型立板 然后一直对着他说话 自言自语 对 还蛮多种 一直对他说话 然后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一直对着那个人型立板说 用台语讲说 你爱幸福 对 你要幸福这样 那这件事情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 因为毕竟我的母亲就是 也是类似 有这样的状况 曾经 那 后来我回来之后就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我觉得 他 这个 可能流落街头的这个 这个富人 某种程度上 他也是这个社会所遗弃的人 他也是被某些人遗弃的人 他也是透明的人 于是我回来就写了这一首 呃 淋巴 呃 无助的时候 会游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看穿一个又一个不透明的人 怀中虚假的寂寞 有哪一些像我 透明的人 时常恍惚地对路边的人行立板说 请你幸福 要永远如此 幸福 替我幸福 看穿一个又一个不透明的人 哇 光是这句话就很让我有想象空间 他如何去看穿一个不透明的人 对 有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 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正常的人 可是 我觉得反了 有时候我会很观察 就是他们讲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 那 有时候你会发现 诶 奇怪他讲出来的话 其实莫名有时候是 带有一些哲理的 这还蛮奇怪的 然后我就觉得 有时候该不会其实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 正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 这个世界的本质多一点 于是他们才没有办法适应这个世界 所带给他们的种种价值 而让他们成为了这个样子 当然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解释 他不一定正确啦 但是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这些人也许会给予他们 多一点点的包容与关怀 其实讲到这个就差题一下 就是你在前阵子直播 你有提到你坐高铁对不对 对 然后听到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 开着这个很大声的这个影片 然后你那时候心里也是有点不舒服 因为你整整听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才发现那个女生是有点状况的 对 你那当下才觉得说 自己怎么没有多先去了解一下 反而自己在那边自己一直想象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功德性 对没有 来跟我们讲讲你那一段好不好 其实因为那刚好是我上个礼拜到高雄去发表会的过程 然后一路上我就是一直听到那个音乐的声音 卡通影片的声音 那本来很小声 我觉得还可以忍受 可是我忍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那个声音越来越大仿佛在开演唱会一样 那个她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还会随着卡通人物而发出了很大声的那个尖叫声 那我就觉得这个妈妈怎么这么没有功德心 在这么安静的车厢里面还放任自己的小孩这样子 而你看到周遭每一站要下车的人 大家陆陆续去离开他们母女的身边 然后带着很讨厌 然后很夸张 就是很生气的表情 就经过的时候就会瞄一下说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怎么这么没功德心 对可是他们看到他们的样子之后 还是就是很厌恶表情 是可以从脸上看得出来的 那当然我也是从旁人的角度 因为我坐到他们后面 我看不到 我也是从旁人的角度去看到 他们看待他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功德心的人 我忍了一个多小时这样 而当车子到了台中站的时候 这对母女可能那个妹妹要上厕所 要去洗手间 她就站起来了 所以一站起来的时候 我一看到妹妹的样子 我大概就知道 这个小孩可能有一些状况 因为我长期 虽然我都是监客 但是我在学校跟补习班教书 也有大概有好几年了 所以大概对学生的状况 会多少一点了解和掌握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有状况 那当下其实我有点后悔 那个后悔是对于自我的反省跟指责 我觉得我还是太快 即便我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已经忍下来了 可是后来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不开心 我还是不爽 我还是直接贴了一个标签 那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断的在反省自己 我还是做的不够 我还是没有办法更沉静的 先去了解状况之后 再去做出任何的 再去做出判断 那我已经一个多小时 更何况是那些陆陆续续 才刚坐下来就马上就想要离开 换位置的那些人 对所以 其实也蛮符合无相 这个这本诗集所要讲的 就是当大家可能 为了我这几年观察 大家其实很怕 人生是空白的 我们都很怕空白这件事情 所以急于想要把 这一面空白给填满 如果有一面白墙 四周都是白墙的房间 你会忍不住想要在上面 贴上一些东西 画上一些东西 挂上一些东西 去填满它 而当这个空白变成是我们的 对事情的判断的时候 你也会急于想要赶快的 去下一个判断 下一个标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想要掌握这个状况 最快掌握这个状况 我就更有力的去做出 我能够做的行为 可是这个所谓的有力 只对你自己有力 它不一定是 你理解对方的情况之后 所下的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些年我才会 这么样的让自己 尽量的慢下来 去重新的检视跟看待 周遭的所有的人事物 然后尽我有可能的去 提供我所能够提供的帮助 除了理解之外 如果我可以 那我可以提供它 什么样的协助和帮助 对 因为毕竟我这一路上 也是许多的人 帮着我走过来的 所以这样子 当你在出版这样的一个作品集之外 除了是对你个人 这个整个创作的一个 每个阶段都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两三年 把一个作品 你会去想要你这个作品背后的意义 它是能够带给我们社会 或带给我们的读者一些更深层的一个意义或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吗 我不敢说这个司机对社会有帮助 可是我只能身为一个写作者 我只能期望的是 如果有朋友喜欢这本书 他读到了 接触到了 里面这108首包含前面的20几首作品 有一些可以集中到他的心 可以在让他觉得焦虑不安的时候 当他觉得痛苦的时候 仿佛有一个人陪伴着他 有的人是理解他的伤痕 理解他的痛苦 而让他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我觉得那就是这本实习最大的功德 假如有这样子的意义的话 就是他最大的效用了 其实我不太敢去期盼我这本书 能够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或者是能够为社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心思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功用 因为心思它不像一些工具书 就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教你解决的方法 它可能是在你心情不好 也许或者是你心情很好的时候 它是做一个陪伴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就是这本作品陪伴着你 那也许某一篇的某一个情境 刚好符合你现在 那透过这样的阅读去思考之后 最后你能够不管是得到疗愈 或者是你会得到一些疏解这样子 是没有错 我相信你这本书的一些 在你这个很多私人朋友的回应 应该是回想还是蛮热烈的 大家都对我蛮好的 因为毕竟你的方式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因为一般人也许他如果没有 比如说以这个佛教道教 这样的一个涉入这么深的话 也许他所描述的东西 可能就是比较生活 生活上的一些感觉而已 对不对 就是不像你在这个主题上去深入探究之后 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方式 去把它变成一个新式的创作 对我觉得 还蛮花时间的 蛮花时间 但是我觉得是一条蛮特殊的道路 而我也蛮沉浸在这当中的 蛮喜悦于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找到了这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对 那当我们能够往自己内心伸出去的时候 也可以最快的去抵达他人的内心 因为当你跟我 我像跟中生像合二为一的时候 那么你跟我其实是无别的 我也许可以更快去掌握 那个人的核心跟本质是什么 那也许就可以更快的得到 彼此间的一种共鸣与理解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启云 来介绍他的这个诗集《无相》 那这本书呢 是由斑马相文库所出版 那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也欢迎找这本书来阅读 里面有一百多首的一个 新式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这个集山这个透明的人 你可以跟着透明的人四处去飞翔 跟着透明的人去环游世界 他一下子走入你的内心 一下子又跳脱这个人世界 在看我们这个云云众生发生的 这个大小事情 真的蛮有意思的 好谢谢启云 谢谢大家